第59屆澳門加蘭披治大賽車 首日練習排位就發生嚴重意外 在格電駕排位賽 葡萄牙車手卡尼拉 意外之後宋苑搶救不治 中年36歲 這場排位賽只是展開了約10分鐘左右 駕駛33號車的葡萄牙車手卡尼拉 在水塘北角發生意外 戰車隨即發生大火 工作人員迅速展開救援 而島地的卡尼拉一直未有知覺 需要立即送往山頂醫院進行搶救 在抵達醫院的時候 需要用養系統協助呼吸的卡尼拉 一直陷入昏迷的狀態 經搶救後不治 中年36歲 三屆葡萄牙冠軍的卡尼拉 今次是第七次來歐國族 在澳門大賽車的最佳成績 是08年取得格蘭披治電單車賽的第四名 澳門大賽車對上一次有車手 在東望洋跑道巴行喪生 在七年前 當時法國車手邦浩爾 在格電的練習賽撞難失望 今次不幸事故是歷離第14宗死亡事件 而排位賽方面 因意外出示紅旗暫停 雖然大會在清理賽道之後重新比賽 但只是維持了約40秒 排位賽又隨即終止 七屆冠軍兼衛免的老達 憑著初團做出最快圈速暫時領先 我看電視台記者郭兆天 我看電視台記者郭兆天 我看電視台記者報紙 用電視台記者報紙